大批远警围绕在房屋前面 仔细查看前方玻璃上的弹孔 到底怎么来的 大门旁的玻璃裂成枝竹网状 地上全都是玻璃碎片 仔细一看上头还有明显弹孔 民宿遭到射击 事发当下民宿老板就坐在客厅看电视 让他吓了一大跳 然后就听到蹦的一声 然后我就先去看是不是 我们家东西掉下来 结果都没有啊 然后我就跑出去外面看就有一个弹孔 花莲吉安的一处民宿 十八号下午两点左右 老板正在看电视 看着看着突然传出巨响 上前查看才发现民宿被人开枪 想要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无奈门口监视器什么都没拍到 随即报警处理 那经过本局监视人员到场财政 没有发现火药的反应 那初步的判定 可能是钢猪蛋的成分比较大 警方研判可能是一旁车辆 使用空气枪近距离朝民宿射击 目前已经调阅周边监视器 锁定相关可疑人车 民宿老板强调自己平常没有与人结怨 当天也没有客人入住 实在想不透对方动机 现在只希望能够尽快揪出开枪的人 还给他们宁静的空间 TVBS新闻高智宏杨琪花莲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